大家好,最近美国半导体相关股票大涨 除了近期AI狂潮所引发的芯片热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方面 可能将于近期解除一部分对中国市场的半导体禁令 比如拜登政府将要放行三星台积电等半导体巨头 在中国市场的正常发展 以及眼看着中国自主化半导体逐渐突围 坊间传言的华为即将通过自主研发 搞定手机5G芯片的问题 而美国的芯片巨头高通等公司就坐不住了 通过游说美国政府来解除相关公司 出售给华为5G芯片的限制 当然美国总统拜登希望能够竞选连任 而此时呢正是美国民主党总统选举募款的重要时刻 拜登也不得不向长期支持民主党的金主们低头 要知道在这些金主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长期在中美两国做生意的商业人士 你拜登既然想连任 既然需要资金 对吧 既然要搞竞选 那么自然是要得到这些大佬们的资金援助 那么要想得到资金援助 想当然我们都能够知道 你就需要呢为这些人的商业利益来考虑 所以说美国总统拜登的这一系列决策 这背后呢既有这些大公司游说的结果 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竞选策略的考虑 那么围绕着中美半导体这一最新的情况变化 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呢 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最近发表谈话 声称拜登政府计划延长对韩国及中国台湾 主要半导体制造商的豁免期议 那么显然呢 这最最主要的就是两家公司 一个是三星 一个是台积电 那么这样的一个豁免的一个规定呢 就允许相关公司在中国维持并扩大 现有芯片的生产业务不会遭到美国的报复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呢 说起来也很荒诞 你说这些科技公司对吧 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投资设厂 不断的发展业务 那么美国呢 作为一个啊 这个太平洋另外一段的一个国家 那不断的指指点点 实际上是相当的不靠谱 包括到日本去投资的这个啊 在雄本的半导体工厂 在德国的芯片工厂 反正呢 只要美国方面说不可以 好像就不行了 这一切呢 都体现出美国的科技霸权 那么华尔街日报就引述了若干与会人士所言 那么指出 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事务次长 埃斯特维兹 在近期的一场产业聚会当中就表示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延长这一次的豁免期 那么能够限制相关企业在芯片和相关制造设备出售给中国的这一前提之下 能够呢让各个企业呢正常的开展业务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反映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啊 政策立场 那就是限制中国的半导体发展 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 也就是拜登的政策主轴 但是呢 在这个做法的过程当中 相关的企业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的上下游 如何减少它的影响啊 减少它的破坏性 这也是拜登当前考虑的一个问题 在去年的十月份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祭出限制措施 但也给予了韩国三星啊 以及呢中国台湾台积电等若干企业一年的豁免期 这些企业已经投资了数以十亿计美元在中国大陆建厂 而上述豁免期定于今年十月份就要到期 那么因此呢 各家公司也都非常着急 因此我们看到 埃斯特维茨在贸易团体半导体协会的会议当中 也加以证实 因此在可意见的未来呢 美国芯片出口管制政策的豁免期 肯定会得到延长 美国对韩国对中国台湾芯片业者具有影响力 这一点我们知道 因为这些企业它的半导体的上游供应链 依赖于美国荷兰以及日本公司 所研发和生产的科技及设备 而荷兰及日本政府也已经同意加入 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根据很多的产业高层的透露 美国当局打算延长这一次的豁免期呢 其实并非逐渐结束这些豁免期 那么形同承认在高度全球化的半导体产业当中 要阻绝中国取得高科技产品 比预期当中还要困难很多 这就像是一个水一样 对吧 你不断的通过围堵的方法 最终发现呢 这个水啊 你堵不住 堵不住怎么办呀 就只能够给它挖开一个口子 把水放掉一些 然后呢 这个大坝才能够保得住 否则呢 相关企业就如同这个洪水猛兽一般 把那大坝彻底冲垮 恐怕你美国的科技霸权 以后再说什么话 也没有任何公司愿意听了 所以我们这里面必须明确一个概念 美国它已经不再具备 说一不二的这个能力 那么既然如此呢 它又想要围堵中国科技的发展 就像一个大坝 又要想把水给拦住 怎么办呀 你有多大本事 做多大的事情 对吧 你能够拦住多少的水 就看你这个大坝的坝体 够不够坚硬 这个时候眼看着 你这个大坝呢 就要溃体了 所以只能放开一些水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三星也好 台积电也罢 只是美国放出去的水 这个中国 对吧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 叫做放水 这个说法本身呢 我觉得还真的 挺贴切的 那么至于说 大坝里面 对吧 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能够阻挡多少 中国科技的发展呢 就尽量阻挡多少 也就是说 当大坝把水放掉一些之后 它的坝体 不再具有这个 被溃体的风险的时候 它就继续的 把你水给堵住 这就是美国 现在的做法 美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呢 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 减缓中国科技的发展 那么一些分析师就指出 拜登政府延长 后面期的这样一个举动 肯定会弱化 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但是呢 所谓形势比人强 那么当下呢 也是没有办法 美国此举究竟说明了什么 那么是美国大发善心 希望重新回到全球化 公平合作的路线上去吗 我们前面的分析 大家也都知道了 对吧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美国此举呢 是完全是 不得已而为之 要知道美国的限制措施之严格 其实早就超出了什么 正常的国际贸易规则 甚至可以说 美国早就公然违反了 国际贸易的基本法规 像三星台积电这样的公司 表面上当然不可能和 美国政府来对抗 对吧 你说全世界 这个任何一家公司 和一个国家的政府 特别像美国 这样的霸道的政府对抗 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这些企业本身呢 他们私底下的动作 那也是真的不少 原因非常简单 总归 他们也要维护 自己企业的商业利益 如果一切都听美国的安排呢 那么一切都用正直力 介入商业运作 恐怕你再大的公司 也折腾不了几年 就得倒下去 我们看到香港南华早报 发表文章就指出 尽管美国白宫方面 大力的施加压力 要求将台积电 最先进的芯片产能 进行所谓有岸外包到美国去 但是台积电 前不久的一系列行为 让人们也发现了 现在掌管台积电的人 并不是完全 听从美国的安排 比如说现在 台积电在美国工厂的建设进度 以及对美国工人的 就是台积电里面的工程师的 严格的出勤和考核 其实都引起了美国 这个台积电工人的一些抗议 那么但是呢 台积电的人 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领导层呢 要求非常严格 那就是如果不想干就走人 讲白了 就是我台积电 要求怎么样 那么你必须做到 那么基于此呢 对于台积电的在美国工厂的生产进度 自然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个问题本身 你说怪台积电 还是怪你美国工人自己呢 还是不怪你美国的政策呢 同时还包括我们看到 台积电在日本 在德国都在大力的布局 也在投资新建 新的工厂 实际上 这所有的行为本身 都指向一件事情 那就是台积电 美国工厂 按照美国当局的一系列 不合理要求呢 其实他根本就做不到 或者说即便做到了 也不可能盈利 或者说肯定会亏损 同时我们知道 台积电在全世界 搞这么多的工厂 那么意思呢 就是公平竞争 对吧 反正各地的 这个出厂的产品 价格是不一样的 因为各地的成本 是不一样的 那你美国厂的成本 如果很高 没有利润 你竞争不过 其他地方的工厂 你说这件事情 怪台积电 还是怪你美国自己呢 对吧 所以说不是说你美国现在很强大 那么所有的公司呢 即便表面上不敢反对你 但私底下都需要完全的配合你的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在有些不符合自身利益上的时候呢 他们也就不配合了 比如说美国要求 对吧 你这个不是说 你的公司 在美国新办的半导体公司 如果拿了美国的这个补贴呢 那么你未来的产生的利润 需要给美国政府分成 那么假设对吧 你这个美国厂 如果没有利润 你总不需要分成了吧 我做生意 难道不允许我亏钱吗 对不对 你总该不能够霸道到这样的程度吧 没有利润 没钱赚 那你还让我分什么的利润呢 其实讲白了 台积电呢 就是这么个态度 那么三星其实也是一样 之前三星承诺了很多 就是给美国什么 投资2000亿美元 又是多少钱 各处投资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画个大饼 声称未来10年20年 那么如果你三星公司的利益 你都不考虑 你这么折腾它 它几年把它给挽垮了 给它给折腾死了 那么你说它接下来 所谓的什么多少钱的 这个投资计划 自然也就是打了水漂 反正呢 这些公司呀 其实也都是聪明公司 对吧 也都是国际的半导体 科技巨头了 那么就给你美国政府呢 耗着 这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在面临国际巨头 在中国市场做生意 这件事情上呢 其实解除禁令呢 也是逼不得已 那它没有办法 如果说你什么 都只为你美国考虑 不考虑企业的利益 不考虑企业在全球的发展呢 那么这些企业呢 它也不会配合你美国 这就是现实 原因很简单 围堵不了了 而另外一个所谓的高通 卖给华为5G芯片 这个事情呢 则是更加的基于 美国的商业利益 商业利益所做出来的决策 而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关于华为5G芯片 回归这件事情 传的是沸沸扬扬 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些说法呢 那么以及一些预测 其实是一样的 华为它很有可能呢 在今年重新获得5G芯片 并在数年之后 首次开卖5G手机 不过和之前一些传闻说 华为自己重新生产5G芯片不同 这次据悉是美国松口 允许高通出售给华为5G芯片 这才让华为的5G手机 可以得以正常回归 实际上呢 从华为受到美国制裁之后 虽然能够通过临时许可证 采购到高通的一些芯片 继续做手机 但是呢 所能够买到的芯片 一方面只能推出4G手机 5G相关功能全部被砍掉了 而另一方面呢 高通提供给华为的芯片 都比其他这个厂商呢 要晚那么一代 这也使得华为的手机 在性能上 其实和主流的旗舰的产品呢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现在华为手机的高端产品 还在使用第一代的 骁龙8的处理器 而中端芯片 还在使用高通过去的 7系列的产品 在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 华为的主芯片 那么的确显得 功能呢 有一些跟不上最先进的手机 那么今年下半年 华为将推出自己的Mate60系列 由于上半年 华为实际上已经推出了P60系列 这也是受到制裁以来 华为首次在同一年内 推出两大旗舰系列的产品 也算是恢复到了过去的 每年两次重要产品发布的节奏了 这也就说明华为在供应链部分呢 其实已经摆脱了相应的束缚 虽然说还没有恢复到全盛时期的产能 但出货量肯定是继续的恢复 而这次据说 华为Mate60将采用 5G加2K的配置 有望推动华为手机 在全年的出货量和销量 当然和外界之前所流传的 这个什么华为已经可以生产 5G芯片而不相同 这一次华为Mate60 继续还是会采用高通的芯片 不过不再是局限于4G芯片 而是直接能够使用5G芯片 那么这次美国允许高通 向华为出售5G芯片 但并没有放松对华为的制裁 只是对高通公司开了绿灯 华为其他部分 想要自己生产5G高端芯片的 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官方消息 也就是大家所高度期待的 麒麟高端5G芯片 实际上真正的在短时间之内 能否问世 我们在这里还不能够给出 确切的答案 之所以这次允许高通 出售给华为5G芯片 那么估计是受到了 当前芯片行业非常不景气 特别是手机芯片表现惨淡的压力 那么因此 既然我高通公司日子不好过 你美国眼看着我的大客户 还把我抢走 那这时候高通就会向 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进行游说 我想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华为手机销量 虽然不算非常高 但是在去年 只有4G手机的状况下 华为依然出货达到了2800万部 今年出的目标是3000万部 而近期更是调高到了4000万部 也就是说 在大家都比较糟糕的 市场行情的状况下 华为因为出货量基数较低 反而有了较高的成长空间 如果高通能够提供给华为5G芯片 对于华为的手机以及高通的芯片 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利好 另外 不要以为这一次 美国松口就代表着 对华为的制裁有所放松 这次的行为的目的 主要还是要帮高通一把 毕竟华为现在的手机 主要以高通芯片为主 能获得高通的5G芯片 华为手机的出货量 肯定会大大的增加 相应的高通的芯片的出货量 也会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 而在其他部分 比如说 基带芯片 这个基站 华为依然是无法获得 5G相关的零部件 同时对于华为 无法获得芯片代工 这一现象呢 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也就是美国对华为的 很多制裁和限制措施呢 也就存在 但不管如何 华为如果能在Mate60系列上 使用到高通的5G芯片 对于华为和消费者来说 总不是一件坏事情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高通究竟是提供给华为的 这个骁龙8加5G芯片 还是骁龙8GIN2加5G的芯片 但多了一个5G的功能 就足以吸引不少的用户 而考虑到华为在用户当中的口碑 和市场上的原有的体量 如果能够获得5G芯片 那么对于小米 OPPO Vivo等厂商来说 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毕竟如果有更多的人 购买华为的5G手机 就意味着这些厂商的手机销量 会产生影响 甚至减少 此外呢 我们之前就介绍过 中芯国际14纳米的产能 几乎被国内某个手机厂商 给全部拿下 如果华为能在中低端手机上 采用中芯国际14纳米生产的 麒麟的老的芯片 在高端手机上 使用高通的5G的旗舰芯片 那么整个手机的芯片格局呢 倒是显得更加的完善了 尽管华为手机自主研发芯片 现如今呢 这个还在这个努力当中 手机的关键部分 依然被美国所卡脖子 但是有了5G功能 手机市场倒是有一希望 拿回一定的市场份额 而至于坊间传言的 华为已经搞定了 自研5G芯片这件事情 我们也都希望是真的 不过在官方正式宣布之前呢 我们且看后续局势的发展 让子弹呢多飞一会 实际上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美国芯片禁令解除的一些动作 完完全全是出于美国自身的 国家利益的考虑 而不是任何所谓 放松对中国科技打压的意思 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我们看到 6月12号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在联邦公报上刊登了一份 定于6月14号所发行的行政措施 准备将43家公司添加到出口管制名单 即所谓的实体清单当中 而实体清单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所制定的贸易黑名单 列入该名单的企业 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单独的许可 才能够购买美国受管制的技术和货物 43家公司当中 31家实体的总部在中国 5家来自于阿联酋 4家来自于巴基斯坦 3家来自于南非 2家来自于英国 那么我们知道 来自中国的企业的名单最多 其中包括隶属于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研究院 以及隶属于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的 上海海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从特朗普执政以来 美国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超过600多家的中国企业 中国的机构列入到了实体清单当中去 意图全方位的切断中国科技企业 获取发展所需要的技术 设备资金和人力等等渠道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此前的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这种歧视性的不公平的做法 严重损害了中美正常的经贸往来和合作 破坏了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的秩序 也严重地扰乱了全球的产业链的稳定 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合法权益 中美科技摩擦这样的一场战争 其实我们之后都知道是一场长期的战役 中国态度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广结善缘和全世界的公司也好 国家也好企业进行合作 而美国作为世界霸主 眼看着中国快速的发展 有望追上美国发展的步伐 自然是心里感到万分的焦虑 所以美国才会推出各种各样的科技围堵的动作 而美国的这个做法本身 我想在中美两国国力没有出现明显差距的情况下 会长期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美国虽然取消了一些禁令 也是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那么尽最大的努力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 实在围堵不了的 它也只能放水 那么另外就是关乎到 美国自身芯片企业利益的部分 它也会从中放水 当然和高通是竞争对手的其他公司 比如联发科 它有没有这样的好命 恐怕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所以中美科技摩擦 这一场长期的战役 我们也会持续的观察 短时间之内肯定不会很快的见真章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